民眾黨立委邱成遠最近來爆料 高端二期臨床試驗是找陸茲的公司來處理 不過對此 衛福部長薛瑞元在備詢台上回答的是他不清楚 而高端晚間就發出了四點聲明表示 專案都是由台灣的邱以斯團隊來執行 雖然這個公司在去年的4月 就已經和陸茲公司合併 董事長也是陸籍 臨床試驗是有一定的嚴謹程式 因此對於高端疫苗的臨床試驗 不會造成任何的影響 而且有具備完全的獨立性 對此食藥署就表示 無論邱以斯公司是否是陸茲 針對臨床試驗 食藥署主要的看法有兩點 第一點就是臨床試驗 必須要由藥商或者是教學醫院提出申請 第二點 整個臨床試驗的數據是否符合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作業準則 以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等的規定 食藥署強調後續會查核 確保個資不會外洩 媒體人周日寇以及蔡玉珍這兩個人 他們過去一同來爆料 蔣孝妍的非文事件 還直指這個女主角就是前中華民國小姐 張淑娟為此挨告 現在他們兩個人在臉書互槓了 直嗆對方是消息來源 對此台北市議員徐小新就讓他們不要吵一起去坐牢 王洪威更直指這一回周日寇输定了 蔡玉珍大反擊怒轟對於周日寇 把一個傳聞殖民道姓說出來非常不屑 立刻引來周日寇留言反擊 直嗆對方就是消息來源 更要他別相討法院見 這個人呢就閨蜜的背叛就來了 但我覺得呢 我們最起碼要看到兩女互相扯頭髮 三八掌這樣子畫面才夠精彩 不過不用吵了 手牽手一起去坐牢 閨蜜的背叛 友誼的小傳說翻就翻 昔日節目上好交情如今撕破臉 更吸引大批網友前來觀戰 紛紛留言狗咬狗戲碼有夠精彩 就是要看到血流成河 狗血劇還是要資深老演員來詮釋才到位 大酸兩位就是塑料姐妹花 還有人說蔡玉珍也要切割了 他們是不是狗 我不敢說 但是確實現在已經看到一嘴毛 我要看到血流成河 就是這個畫面啦 周日寇蔡玉珍一搭一唱 猛打台北市長候選人 蔣萬安父親蔣孝顏 過去的精華非文案 還直指真正的女主角 就是前中華民國小姐張淑娟 被張淑娟控告的周日寇和蔡玉珍 兩個人在臉書上互咬互扣 互指對方是破壞張淑娟名譽的一個真正的消息來源 而根據兩個人的發文 幾乎可以證明 未來周日寇在官司上一定又會輸定了 兩人也為錯誤消息向張淑娟道歉 但是行過了近一個月的時間 管辭進度到現在沒有任何進展 目前為止張淑娟並沒有被傳喚 所以這樣一個非常顯而易見 明顯的是破壞人家名譽 明顯的誹謗的案子 張淑娟希望台北地檢署能夠加快爭辦的角度 能夠早日的去還張淑娟的清白 張淑娟對於被抹黑到現在還無法接受 沒想到這對昔日閨蜜 先贏這樁非文案再起針端 姊妹套上演互接大戰演變案外案 介陳思源帶去台北採訪報導 閨蜜的小船說翻就翻 祝福周日寇還有蔡玉娟兩個人 也請各位可以把報名花準備好了 繼續我們要來看到 這個大家今天都非常關注 話風犀利 而且被視為是藍營戰將的台北市議員 游淑慧傳出了新戀情 而且她認愛綠媒的高層副總 網友就直呼只有愛情能夠超越藍綠 兩個人還忙裡偷鞋 一起來買咖啡 政壇的各界人士都對游淑慧的新戀情 給予無限祝福 而游淑慧本人則是非常的低調 另外還意外地發現 游淑慧這半年來瘦身17公斤 網友也翻出游淑慧瘦身前的照片 驚喜對比真的是愛情力量大 扎著馬尾的女生摟著一旁男生的腰 大街上你農我農 過馬路也要砍屌屌 女主角轉身是她啦 來來來來 請支持游淑慧 哎呀 藍營北市議員游淑慧 選去搶版面 這回搶大了 新戀情曝光 甜蜜蜜 而男主角就是三立新聞網副總 藍營女戰將跟綠媒高層 擦出火花 這個人也是感情的動物 我一直到這個年紀了 還是一個人 我媽跟他們都很那個啊 所以以前他們還有開出懸賞令 說如果我結婚的話 要包30萬的紅包 游淑慧年過46歲 男生也有49 先前離婚育有兩個小孩 兩人被拍到同進出那壺豪宅 游淑慧在三立下節目後 兩人相約買咖啡 游淑慧主動熱情地搂著對方的腰 但男方警惕性高 似乎比議員還要怕被投牌 那你們只是沒有拍到他而已啊 怎麼都修成是我主動的 這樣的話你掉身價 游淑慧九月確診 吃藥用的玻璃杯跟男方貼紋的杯子 一模一樣 游淑慧大方認同住 沒有 因為那是他的杯子 我之前因為確診的狀況不是太好 那我一個人住我有點害怕 去尋求庇護 誕生時游淑慧曾感嘆 常覺得空虛寂寞 覺得冷 如今不止心戀情曝光 網友更發現 她因為談戀愛很甩17公斤 對比前後照片實在差很大 不知道是因為空虛寂寞冷 讓人瘦身的動力大 還是愛情的力量真偉大 記者余盛行王志恒台北採訪報導 中共二十大結束了 而國防部長邱國正 他就用一句話來形容兩岸的軍事情況 說如果稍微處理不慎的話 事態會很嚴重 回顧習近平在十九大時曾經是喊著兩岸一家親 但是到現在變成了 絕不承諾放棄武力 兩岸關係緊張 蔡英文也 IP是俠美自重 捍衛的根本是民進黨自己的選舉利益 中共二十大之後 兩岸情勢有多嚴峻 國防部長說了這句 稍微處理不慎的話 這個事態會很嚴重 習近平過去十九大時含兩岸一家親 到了二十大 卻強調絕不承諾放棄武力 蔡英文IP俠美自重 到底捍衛的是民進黨利益 還是國家利益 這種中美對抗的局面之下 台灣如果去找到自己的定位 這的確是一個難題 倒是為了要選上 這個整個國家的進步就要被犧牲掉 美國為了他自己地緣政治的利益 他希望利用台灣一舉消耗掉 中國大陸的國力 民進黨為了自己的利益 把兩岸關係弄得越緊張 對他們的選情越有利 邱國正說不會為了美國而戰 但民進黨配合美國 狂打戰爭控克牌 若一旦被逼上戰場 台灣到底為誰而戰 蔡英文好像有把柄 被美國人抓在手上 美國人叫他幹嘛就幹嘛 兩岸之間如果一旦發生戰爭 恐怕就是為了美國而戰 要犧牲台灣人的生命 去維護美國人的利益 這是非常荒唐的一件事情 很明顯的 台灣現在已經陷入 中國龍跟美國英 爭霸全局的漩渦當中 9月21號發動了一次 和平愛台灣的運動 11月12號我要發動 更大的一場 政府聽到我們的聲音 不要戰爭的朋友 一定要站起來 當國防部長憂心 兩岸關係一旦處理不勝 會事態嚴重 不知道蔡總統滿手的抗中牌 會不會繼續打 記者林新鮮 陳怡榮 台北報導 海華XO干貝醬 這一罐很厲害很威好嗎 它的蛋白質呢 是雞啊牛啊蝦的三倍 這麼好的干貝醬要去哪裡買 是我們上我們的中天 快點購的電商的網站 搜尋你就可以找到囉 好 希望大家愛用喔